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日视察了驻守分隔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非军事区的美国军队 并且对美国军人说他们扣建的防线使得南韩得以实现繁荣 奥巴马对大约50名美国军人说南韩总统李明博曾经表示 他作为一个穷的小孩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提供了军事援助和支持 奥巴马说他对这些军人所做的事感到无比的骄傲 奥巴马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抵达首尔尔南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 北韩星期六宣布了下个月将会发射一枚再有一伙观察卫星的远程火箭的计划